各位好,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《坦诚与饶术》。 当Jew跟Mary订婚之后,事情并不像Jew所想象的那样好。 首先,他发现Mary怀孕了。 Jew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弟兄,他也深深地爱着Mary。 他本来打算跟Mary要解除婚约,但是他想到以后Mary所要受到的苦, 他就相信这是神的意思,他要将这个不是他的孩子养大成人, 所以他就提早举行了婚礼。 婚后的生活并非那样的如意,因着环境所迫, 他们必须搬几次的家,换好几个工作。 Mary是一个坚强的女子,也是很有主见, 因此夫妻之间难免有一些争执,就尽量保持她的冷静。 但是那件非从己出的事,一直深深地困扰着她。 她不得不承认,这个伶俐乖巧的孩子的确可爱。 但是,很多人把婚姻视作先单,以为一结婚,问题就会自动解决。 其实,结婚才是问题的开始。 研究报告指出,近半数的重大婚姻问题, 是在婚后的头两年才浮现。 但平均而言,夫妻首度寻求辅导跟协助, 却是在婚后的第七年。 大家都知道,每一件事都要经过学习的阶段, 但许多人却认为她天生就会做丈夫或是做妻子。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与饶恕。 坦诚是主动去和对方沟通, 饶恕是完全接纳对方。 这两个要素是爱的基础。 诗人说,爱情始于欢乐,忠于智慧。 爱的感觉是要朝着智慧的方向发展。 换句话说,成熟的爱是一种意志力的表现, 建立亲密的关系,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觉。 这是取决于自己的意志。 要除去对配偶消极的看法, 肯定对方在自己生命中的价值, 这也是取决于个人的意志。 凡是缺乏意志的人, 都可以在他对神的信心中取得。 因为神就是爱, 他对背叛他的人的爱, 就是一种意志力最高的表现。 Joke Mary并不是别人, 正是圣经当中的第一家庭。 Joseph他知道自己很难去接受对方, 但是他相信神, 使他有一个接纳一切的决心。 玛利亚愿意坦诚一切, 告诉丈夫自己的难处, 并且完全顺服神的安排。 神才能够在这个家中行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。 夫妻的生活不是童话中的白马王子和公主, 从此就过着一个幸福的生活, 而是要积极地努力去营造一个和神心意的家。 愿神祝福你们, 谢谢。